下面这则南韩的报道让人听了文之不忍 南韩整个医疗都缺人 而急诊室现在缺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那么太多的在报道里面的急诊 特别是外伤的病患 他在短短的就医黄金时间里面 可以遭到8到15个医院的拒收 最后拉到50公里外的教学医院要动手术 但是排不出开刀房的人力 依旧请他转院 最后就这样子在5小时内葬送了性命 包括意外坠楼70多岁的建筑工人 也包括2岁的小妹妹 那么到现在因为错过医疗时间还在昏迷 而之前他就是热静人需要急诊就医 南韩政府正医对抗的情况越来越恶化 他们也有中秋廉假4天 所以政府调派250名军医和工卫医生 试图填补医疗空缺 南韩釜山这一处建案工地 2号发生70多岁公园 墜落意外 70多岁公园者A氏是2层出落了 呼吸车出动当时意识是有意识 在事发4个多小时后不幸生亡 同样被15家医院拒收 上个月4号也有两岁大女婴因热静轮挂急诊 被首都圈地区11家医院拒诊后至今仍昏迷不醒 今年2月南韩大批实习住院医师集体辞职 导致的白色风暴持续扩大 现在就连急诊室也快撑不住 建国大学中州医院急诊科医师工作量早已超过负荷 他们呼吁补充人力并提高薪资 却遭医院拒绝只好走上辞职道路 而大批病患只好涌入其他医院 进一步造成更多医院警诊室陷入瘫痪 应急诊療患者数据数多 问题是应急诊療治疗也很难 他们来到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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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的呼吸道诊疗 就怕14号到18号的中秋廉假 病患人数可能增加加剧急诊室混乱情况 南韩政府紧急祭出多项措施 其中包括将11号到25号 为期两周的时间 定定为中秋节紧急应对周 向全国409个急诊医疗机构 指派一对一专门负责人 在发生特殊情况时 能够及时采取措施 除此之外 首尔当局也调派250名军医 和工卫医师填补医疗空缺 但政府信心满满提出的措施 却被医界痛批 这些军医根本不适任 医疗界认为军医和工卫医师 并非急诊科专业 也缺乏医疗第一线经验 很难立即上手 科医委托的工作很有限 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面对一届质疑 政府表示将近最大努力 尽快建立适当补偿措施 深知急诊一线的辛劳 南韩总统尹锡悦 也亲自走访经济道德医院急救中心 鼓励现场医疗人员 尹锡悦承诺将优先投入可用资源 标识业会编列预算 尽力支援医师克服提诊事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